几多几多次最差 我与你争吵意外 火花点气太外难 你责怪我不转弯 双方望着 但事实也口硬 而怒气似未散 不过学习性命 用爱冲淡 这不是二叔年轻的儿子吗? 什么时候?也挺兇的 他立志要做警察 但这偏偏就是我们中家最痛苦的悲劇 我说他讀大学, 其实要考警察 你不记得爸爸是怎么死的? 他是捉金行劫匪时被榴弹打中殉職 不要, 再给政府 哥 流蚊子也是事小 最要命的就是他一巴掌 打到他时莫莫脱落了 那么你我会论的 哪一巴掌 都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此時, 罪她便有魔法 罪她的印象, 只會對你人間精神 陰訊全無的失蹤十幾年啊 這幾乎是意外吧? 我想二叔也不會再怪你了 媽媽, 也許多怪我 但我原諒不了自己 媽媽叫我照顧那個弟弟 我不僅沒有好好的照顧他 我還害了那個孤零這個人 漂泊了十幾年 我不配做人的老大 乾杯, 爸, 別喝了, 早上休息 我害了你二叔, 我害了他一輩子 我怕 有總是一輩子 我怕爸爸, 早上休息 我怕他喝酒 他喝酒 我怕很流暢 喝酒 我怕他喝酒 甚麼聲音 我說過甚麼?好像斷了片子似的 早安,爸 早安 你怎麼這麼早?要不然怎麼陪你實運? 幹甚麼?是不是聽到甚麼?擔心我? 你有事要我擔心嗎? 不是,我看來沒做運動 我怕骨頭太早腦化而已 那我們一起跑吧 好 看來昨晚喝大醉 應該也沒亂說話 爸爸 你知道嗎? 專家說就算是慢走也要專心一點 步伐一亂就很容易跌倒了 好像很有研究 專家說做人做事也要專心一致 三心兩意是大忌 我知道,專家姓鍾 我沒有老人痴呆 我記得自己說過甚麼 我怕… 出身寒舒服了 困起來困起來很不開心 出來放鬆一下,不錯 也想到你沒有這麼神心 知道不知點 大叫玉還沒說 現在調著這個癮很辛苦 上一會說到甚麼呢 我們說得 二叔剛剛做完手術就立刻失蹤了 所以我知道他不做警察 心裡有一個妙子, 覺得慶幸 我爸爸, 就是你阿姨 他是捉金行劫匪的時候 被榴彈打中信職的 死的時候只有四十歲 我小時候沒了爸爸 所以我不想長大了, 失去小孩 而且我答應過媽媽 所以我一直跟郭棟說 你長大了, 做甚麼都行 就是不可以做警察 那按道理, 二叔應該知道你是好意的 革命黨就是搞對抗的了 爸爸生前很多人的英俗 而且他是英勇殉職的 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他是永遠的英雄 尤其是二叔 爸爸走的時候, 郭棟還很小 哥哥, 爸爸的殉職這件事 在我跟媽媽心目中是一個痛苦的回憶 可是對於二叔來說 就反而變成一個英雄故事 他如果不是我弟弟的話 我絕對欣賞他 秉承上一代維園的情侯 是不是只有家人才會有這種 雖然道理你適合 但是你總是覺得你欠了別人的樣子 伯姐, 明明知道對方是錯的 你也情願受的是自己 但是偏偏又... 偏偏又... 偏偏又像二叔那樣 生氣了你十幾年都出門了 我還以為你站在你二叔那邊 那你別說得我這麼不識道理 阿姨有說的嘛 你那時候生氣了不住 一定要選這一間 就因為他多一間房間 準備等二叔不知道甚麼時候回來 也有地方下腳 誰知道他一走就走了十幾年 我心裡這句對不起 一直都沒有機會跟他說 但是聽阿姨說呢 二叔回來之後又結婚又離過婚 再一次出走 還是不出聲的 那一次就不關你的事了 那一個人受兩次這麼大的打擊 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住的 二叔, 甚麼事 有人要你幫幫幫我 最壞我還在深圳沒回來 嘉明行了送火 他的電話又留在公司 所以只得你可以幫到我朋友 看看他的腦子 他叫茅叔 茅叔, 電腦有甚麼問題 我也不知道 今早打打就沒有畫面了 那些客人的資料 會不會就沒有了 別擔心, 可能很少問題 讓我看看 電線爛爛了 可能是老鼠咬爛的 換了就沒問題了 就是這麼簡單 想不到姑爺很聰明 原來連侄子也這麼聰明 你叫二叔做姑爺? 他是小姐的老公 還不是姑爺? 我們個個個都這麼叫 你認識我二嬸嗎? 何止認識 我看著他大了 他的婚姆我也進去 這個就是二嬸? 我見證著他們 又不相識到變拖子 他們怎麼認識的? 怕了多少年拖子才結婚的? 他們?很浪漫前面 你不斷摸…眼鏡被你擦爛了 誰的? 是朋友的 是那個徐正褲還是吳卓褲? 媽媽, 人家叫吳卓褲 他好嗎? 人家也沒有說是給他 你別亂猜 你別告訴我 你看他旁邊的船 他哪有船? 人家一點也不算 那如果是裝修佬 她也會利入聰明那批 媽媽, 人家是傢俬的買板 很厲害 看得出來… 如果他不是年輕有為 我們的皇帝女兒 怎會看得上眼 甚麼?我只是看他眼鏡 難得死才多看兩眼 不跟你瘋了? 我要送貨了 最好放我去看電影 我今晚不回去吃飯了 原來等了一整天就等人吃飯 還特地拿眼鏡給人 那個大徐蝦沒有錢包怎麼去街上 貓叔, 來, 拿錢包給你一個傻妹 好… 有生意也不做, 這麼有性格 你好 又是你? 你是這杯麵嗎? 只有一個 你想買東西, 請你兩天晚上來 你想找人跟他聊天 你知道我沒空應酬你 你有多空, 你現在就在跟我聊天 你想怎麼樣?你找不出父的 你明天來過吧, 你今天不回來 我找你不行嗎? 你沒空, 我真的會去發火 我真的沒見過那些人像你那樣 那你見到人少了 你沒眼鏡嗎? 拿過來 你沒眼鏡嗎?鑽成這樣 鏡片又花了, 本人又夠了 你戴得很粗暗 我等你兇不兇不兇, 拿回來給我 我告訴你, 這是鏡片 用紙巾抹好熱花 我說完, 你拿回來給我 不如你試試看 拿回來 不要… 對不起, 我不好心 我沒心的 你不玩命嗎?你這麼開心 弄壞我的眼鏡嗎? 你這麼大力點下來 人家的手會痛的 你不搶就沒事了 夠了 你這麼大小姐吃飽飯 沒東西做, 為人玩 我拜託你馬上走 你這麼大聲罵我幹什麼 我再大聲點也行, 你走不走 我沒心的 拜託你放過我 我只是想送一副眼鏡給你 為甚麼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會喜歡你 你這個人又笨又懶貓 還鬼死這麼挖 我明知道你不喜歡我 明知道你會罵我 還送相本給你罵 你放心吧, 我以後都不會來惹你 我把眼鏡都當成道數 就當是剛才打破我符還給你 是這樣的 幹甚麼 對不起, 我知道是我不對 下去公主, 我請你喝黑牛 看甚麼, 變態老 真是想不到當年的二叔 不斷…有型有款 你怎麼拿回來的? 是默叔給我的 其實他還藏了很多 但這張是最英俊的, 一半而已 早知道不叫你蒸電腦 去哪兒蒸電腦 去哪兒蒸電腦? 過槍間的東西, 我經常經過 忠少爺, 你是不是罵了? 我只說了一間店的名字 不用客氣 分享… 對 嘴巴不太好 郭棟以前老婆外交一間何商眼鏡 那個默叔 是呀, 他頂了一間店來做 現在是老闆女 是嗎? 知道了 你們甚麼都不知道? 說來聽聽 鍾思汗, 禍床口水別說不警告你 是呀 再瘋也來聽聽 是這麼多的 那只是一張舊照片 是呀 我叫你打聽她硬的事 你八十年不等的陳年舊詞回來 對於連二嬸的樣子都沒見過的我來說 二叔的陳年舊詞也挺吸引 剛才上來呢, 我那時候只有十歲 但我很記得第一次二嬸上來的時候是怎樣 二嬸上來嗎? 十幾年沒有郭棟的消息 想不到她再出現, 拖著她老婆上來 誰說呢 郭棟? 大哥 進來吧 你們快出來, 郭棟來了 你們叫嫂子嗎? 嫂子 二叔, 你好 你們的女兒叫… 我叫忠師 快點叫二叔 二叔 乖了 你妹妹怎麼變? 你電話到底有沒有說清楚 我沒想到你今天會上禮 對了, 二叔, 你吃了飯沒有? 我知道, 大哥七點鐘要吃飯 我自己吃東西上來 不錯地方 遇到一間房間給你的 我妹妹回來跟你住 我結婚了 結婚? 結婚? 應該要上來, 我開 這麼快? 謝謝 哥嫂子, 給你介紹 我未來的老婆 Jesse或是叫家寶也可以 大哥、大嫂子 Jesse 大哥, 郭棟經常提起你的 我平日有看高占日報 你寫的專欄 這裡小小意思, 送給你的 謝謝, Jesse選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早前看你寫的專欄 說你打火鍋的時候 整條斜門胎浸在鍋裡 我就選一條胎給你 已經到幾個月前了 你不是剛回來嗎? 回來幾年了 只顧跟朋友搞生意 沒找你們 大嫂子, 郭棟說沒見過你 我簡直弄了眼鏡, 你看看 謝謝 這麼容易 你又說香港沒有 特地托人在好手拿過來 說話是這麼說的 你別管他, 大嫂子 你不喜歡就扔掉他就行了 大嫂子當然不喜歡 人家喜歡大哥 你就知道 你又說二叔很古叔 原來這麼生氣 我什麼時候說郭棟古叔 我是說他做人嚴肅 不用鬧, 大哥 現在不是炒菜 大哥, 他這樣說你 我幫你教訓他 你, 吃你 別哭了, 郭棟很麻煩 他會拍到我 看著整個人開朗的郭棟 我好像放下心頭很大 能夠令到棟哥脫胎換骨 愛情這件事也挺厲害 你笑什麼? 沒有, 聽完阿茂叔說的話 然後再加上你們的零碎片段 就像一個拼圖 應該可以拼回二叔失蹤的幾年 做了什麼? 你差不多了, 你不記得嗎? 先喝一杯 有什麼想跟我說嗎? 你二叔真的沒有透露過什麼口風? 他為什麼會弱多得占? 你聽了了吧? 不可能 我親耳聽到他跟醫生約時間做手術 我懷疑他做過正下有事 那可能是做例行檢查 我替你保證 如果我發現二叔有什麼 我第一時間告訴你 老鼎, 不好意思 我有事想找你 你找我有事嗎? 我想從後天起, 請三天時假 你還沒做滿一個月 拿時假是沒有薪金出的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爸 行了, 還可以的 謝謝 睡覺吧, 你上去填一張照片 給老鼎簽名給我 咖啡按了, 謝謝 哥 妹妹, 交不交咖啡? 不 你做完檢查之後 Dr. Jim是否可以做雷食? 小聲一點 有了後天, 我剛才跟老鼎請教 那就是連下星期六天 我約五天可以休息 但是後天沈小姐錄影 我未必走開 不要緊, 二叔答應陪我去 咖啡 謝謝你 走了 這些是病人的私隱 我們真的不能說 我是他大哥, Dr. Jim 你也見過我 二十多年前 是我跟他來你那裡醫眼 對不起, 我真的不能透露了 我家人也不知道 既然你是他家人 那你直接問病人 那如果我問你 要做一個修補時望的手術 要住多久在醫院 你可以回答我了吧 可兒, 一般要留院三天 那行了, 謝謝 何家明 請你下次幫動哥約客那一會 告訴我 動哥說他應該有空的 應該吧 應該吧 動哥才知道 我比他自己更清楚 請問是不是背包瘋了 飛了, 忘記了 對對對 泡泡瘋了, 什麼事 我是四川一棟塵霸的屋中 我們回到香港來 想跟鍾桂東先生約個時間 商談一下合作的事情 行, 你想約時間 我老闆後天, 我待後天又約 其他時間, 沒問題 畢竟是一家人 國動做手術, 當然要陪陪他 我打電話給師傅和師漢 他們都沒有開機 我留完給他們 叫他們馬上趕來 那些年輕人也是 有親事也找不到他 二叔不告訴我們 就是說手術不是很嚴重的 他那種脾氣嗎? 被人砍我頭也不會出聲 魚頭, 嫂子, 馬利也來了嗎 做完手術嗎? 做完了, 你怎麼知道 這麼快能下床? 大師傅, 問你更好 我弟弟的手術順利嗎? 你弟弟沒有做手術了 他不是差得做不到手術嗎? 大師傅, 不好意思 怎麼樣? 現在你很後悔當年蓋我那把 是, 大師傅, 我真的很後悔 如果要我捐一隻左眼給你 我也願意 那就謝謝甲成衛 你看看有偏見, 我不敢要你的眼睛 你有心的, 捐給人 仲先生, 我想你一定是誤會了 你弟弟的眼睛沒事 我沒說我眼睛有事 他說而已 那他找… 別管他, 坐下… 你們來了嗎? 弟弟, 妹妹出來嗎? 妹妹?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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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你們都會在這裡? 為甚麼你們是莫莫脫落的? 他不是, 他是做激光矯事 原來你這麼緊張找Dr. Jim的卡片 是想介紹給師傅 不關二叔事的 是我叫他不要告訴你 不是你叫人蒙塞 你女兒哪有洗仙傘後袖 不做就做了, 還有甚麼好說 激光矯事的風險很小, 哥哥 好可憐 爸爸, 你別生氣, 對不起 你還有媽媽認錯是我? 是不是手術失敗? 我弄高你就是大腦中 你又叫我大腦中? 臭丫頭 好, 真是的 真的 沒有… 如果你本身是酸澀的飲品 都帶有甜味 這堂也不放少得去哪裡 所以以後還是盡量喝清茶或清水就算了